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特别为大家制作了 《新春送暖志,活得好,贵州行》特輯 除了多谢一班慈福行动的捐助者 同时希望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送暖行列 我们的目的地是贵州的黑章园 第一站我们首先去到一条叫发达村的村落 探访一位叫樊举的十六岁中学生 他因为自小丧父 妈妈改嫁离开了这个家 很小就知道要活下去 必须要靠自己 有一次我上街买菜的时候 明明说他称五斤给我 可是我提的时候 就感觉没一五斤当中 所以我就到我亲戚家去那里拿这种称去称 然后一称 果然很少 只称了四斤给我 所以当时我就叫他称主要给我 为生活根根计较的范举 今年十六岁 一家七口在发达村务农维生 本来过得贫穷但快乐 不过自从五年前 爸爸在一次意外之中丧生 家便亦随之而来 当时在我德国年纪 也就是快十一岁的时候 他去挖煤炭 然后没动垮下来 就把他压走就去世了 我爸爸在没动发现的时候 都快黑了 然后把他找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哭 哭到第二天的时候 都还没有停止 然后我们也很悲伤 我有时候晚上做梦 也会梦见他 梦见他 他看着我笑 我醒来之后就会很伤心 伤心他为什么会离开我们 自此 身为大哥的饭举 要帮妈妈照顾只有十岁和六岁的妹妹弟弟 可惜三年之后 妈妈无法忍受这种没出路的日子 离开了这个家 那天我没有在家 就后来我是听我爷爷奶奶他们说 说的 当时我心情非常约想到以后没有什么依靠 心里就特别难过 然后我就恨不开心了一段日子 后来我爷爷奶奶就告诉我们不要伤心 他们会抚养我们 我想到我的一生他是个儿子 我说是我没哭的 没的 把他这三个万儿服装大 妈妈出走后 我当时也比较恨他 恨他为什么出走 但是我想他也是 他也是被生活中难 他沉睡不中难 也是被生活所逼迫 我就不太恨他 饭举知道妈妈已经嫁到浙江 而养大他们的责任 就落在爷爷妈妈身上 除了乐田 他们和很多村民一样 都会种烟业 这个甚至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我爷爷奶奶们种烟 然后种烟就要等它长大 长大之后拿着烤房去烤 烤干之后 还要把它放在一起 就背上修烟的地方烟盏去卖 高的时候就可以转到三四 四脚然后一般的他不压价都能够转到两三脚 那里的人多半都是经常压低烟的品级 比如说本来很好的他偏要说是二流的不是一流好的 就把烟的价格就压低了 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 反正钱在他手里 他说多少也就多少了 我们也接触过他 虽然我知道他的危害 但是自己也要赚钱也要读书 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2007年起 内地实施九年免费教育 小学和初中生都不用交学费 还会补贴贫困住宿生的生活费 不过在下学年即将升读高中的饭举 他就无法受惠 犯罪我说是怕不做了 我说你回家给他奶奶没劳动 他说如果假如我们像你们一样 叫你做着农村做农地 不得话要请你 他做着吃完饭吃 我们下事最后要读书 你相信如果国家银行贷款 我做了我慢慢二天 我慢慢逐步逐步还 生活费还有报名学费 家里的客业也大 我爷爷奶奶也老了 找不到多少钱 靠农活这里赚了多少 我初三的时候中考的时候 考试那天 我们班主任就把我叫去了 说有一个叫慈喉行动 要来制作这些品种 然后我就去申请了 结果 范举顺利考获克章元第一中学 而他也成为慈喉行动 走进高中做学计划的 第一批受惠学生 从此他不再需要为生活 根根继构 因为我家现在离后章地中学很远 因为他在县城我们也在乡下 所以为了去读书 不得不要去租房子 然后遇到了慈喉行动 他们就支持了我 我的生活负难就有所减轻 我很感谢他们对我的资助 我就想只有读书才能 挣脱这个贫穷的家属 就只有这样 我才能对得住我爸爸 我最想要做的是 就是考上好的大学 拿上一个好的文凭 去找一份好的工作 就能挣到更多的钱 就能摆脱这个贫穷 然后我以来的生活就会减轻很多 其实范举是我们在2008年 在贵州黑章园资助的 258位高中生当中的其中一位 在2009年 慈喉行动的走进高中作学计划 目标是帮到150位 像范举一样的初中生升上高中 只需要港币1200元 就可以帮助到一位小朋友 支付一年的学费 很希望你们都愿意 帮助他们走进高中 食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在21世纪 电力在我们喜居饮食当中 亦不可划绝 不过一班住在黑章院 茶花村的村民 竟然长年累月 都过着无垫的生活 稍后我们会继续贵州行 采访一个活在黑暗之中 受尽风吹雨打的家庭 家庭 花村位置四川、雲南和貴州三個省的交界 由於地勢陷阻,山高路斜 不僅交通和通訊落後 連基本的電力都缺乏 王太一家長年累月磨刻生活 每晚入夜 只有靠一盞小小的梅油燈來照明 以前我們點煤油的時候 爸爸就去打煤油那點 也就是去海長的路就是去可樂去打 回來也要幾個小時才回到街 沒有爹的時候 我們做吃我們還快樂 不見了 要退休兩個小時 還要做兩個小時 還要四個小時做出來 我回家裡肚子還餓意 只要待好長時間才吃飯 吃飯也不好吃 做甚麼也不好做 就是在家裡做起 甚麼也做不到,還不方便 每晚都要磨刻煮飯 加上茶花村一年四季都會落失雲雨 而王太又沒錢收補穿了大洞的屋頂 因此妹妹屋樓兼逢連夜雨 在我的房子漏雨的時候 那屋皮製洗來擠一下雨 那膠質來擠一下雨 我些時候我家兩個人睡不著 房子漏雨,就是在屋裡水很多 幫媽媽游了幾杯水覺得很麻煩 我的船舶常常把事 我找一個膠質人打,打不中 一天吃的時候還要拿去洗 吃都不得細心吃,早有早不到吃 自己想到一切的時候 自己自然都很傷心 我想不知道甚麼時候把這個房子 給好 正當慈福行動 開始在茶花村納碑組推行 活得好社群轉化計劃的時候 注意到王太一家的情況 很快為他們維修屋頂 每次我看到爸爸媽媽在建房子 很辛苦地建房子的時候 我想如果有人幫助建好房子 我就多高興 但是在這時候有香港慈福行動 爸爸媽媽蓋好了房子 我都高興 這時候就方便多了 晚上睡覺的時候也不擔心 心裡就平安 慈福行動有很大的信息 他們你們自己給一千塊錢 賣到一千二百塊碗來蓋到房地 吃你們有拿給我們吃 房子你們有拿給我們蓋好了 這年子我的心事好過了 一切的時候出去做活路這些心頭不好過 我兩個女兒她不會收家室 累積的時候乾脆跑 這年子你們幫不到我以後 我出去都不抽稀了 我好過了 不僅有教好份 慈福行動還為他們接駁電力 現在入夜之後 每當王先生開燈的一刻 都彷彿象徵著這個家庭的改變 以前沒有墊的時候 我們墊量級沒有要九塊錢 現在通墊一個月我們得墊三塊錢 有墊的時候我們走窗走吃 我們海房墊了 以前我們墊沒有墊我們只墊沒有 晚上光尿的光不夠 就是做拳子幫媽媽做拳子這些都要不好 只有白天做晚上不好做 但是這時候有墊了 白天晚上都可以做 我覺得還方便 我們苗族是還喜歡唱歌跳舞的民族 就是在路上我們有同學多的時候 我們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就是在聚會的時候 也是跳舞唱歌 我一直都喜歡唱歌 以前我們沒有墊的時候 我們沒有墊的墊 我們只墊沒有墊 就是使用同學來也還不好 也不好玩 在家裡也不好跟著墊 也不好唱歌 但是這時候有墊了 我們只要當我家 就是我們一起跟著墊 一起唱歌 我們還有 我们很快乐 原来白饭在茶花村是奢侈的食物 他们每餐的主要食粮 是用粟米磨成粉 叫做包菊饭 通电之后 王太买了这部打包菊机 还开放给鄰居一起用 令全村仿佛添上点点温情 一切的时候 我自家大理包裹 大理事包裹 又要两个小时 这时候我们拿钢墨打了 五分钟我们可以打一身包裹 所以我们不用敲 打包裹的时候不用热 我们还方便多 四伏行动答案 我们不是通电 不是我家一家方便 但是我们值得杀死 但是多家人都是分别 四伏行动 你们有这么大的需求 大爱我们这些穷人 我们是感谢四伏行动 地球姐妹 我们的时务 报答给你们 昨天都报答给你们 记得我们第一次探访黄太的时候 同时都为受冲灾影响的35户灾民建屋 令他们有安身之所 度过寒冬 今年我们打算再在商平乡 为100户兴建尊雅屋 而每户所需的 是港币七千元 希望你们都愿意和我们一起 为灾民做一些事情 帮他们离开危流 建立一间安全的居所 其实《慈福行动》的 活得好社群转化计划 就是希望帮助内地的农民 改善生活 除了危房重建 电源接驳 水教工程 还有医疗体检 农间改善 和教育资助等等项目 欢迎你在农历新年 这个充满温情的日子里面 加入我们送卵行列 耶稣说过 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们一直坚持人道工作 背后正正是来自耶稣的教导 耶稣来到世上 是要将丰盛的生命 赐给每一个人 让认识他的人 都拥有身心灵附足的福气 新年人人求福 如果你都想拥有 这份永恒不变的祝福 我邀请你 跟着我和耶稣这么说 亲爱的主耶稣 我都已经拥有很多 但我心里面 好像都没办法满足一样 我知道在你里面 有满满的祝福 所以现在我打开我心 请你进入来 做我生命的救主 带给我一生的祝福 也都让我能够祝福别人 多谢你爱我 主耶稣 我们每个都需要同路人 如果你有任何心事 或者疑难想和人分享 又或者想了解多些祝福行动 想成为我们的同路人 我们很欢迎你 立刻打来CBN热线 号码是3188-3803 如果你自己 或者身边 都有一些靠着耶稣 生命得以改变的故事 同样很欢迎你 告诉我们知道 至于刚才有接受耶稣 做你生命主宰的朋友 鼓励你 立刻打电话来 我们会送给你 《星火飞腾》 第四辑 《伊治》系列VCD 一集三个故事的主人翁 相信会给你更多鼓励 祷告是人和神直接对话 如果你有开心 或者是担忧的事 我们都很愿意 为你一起同心向耶稣祷告 你可以打电话来 或者用手机短讯 跟我们联络 本地的朋友 可以打6526-5508 中国内地的朋友 号码就是131-438-95508 欢迎你多点点点到我们的网站 更多认识CBN的工作 了解我们事工的需要 联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联续